那怎么把它执行起来 我先把它关闭好了 关闭起来 把它关闭 然后以后你们下次上课来的话 一定就是滴跌底下一定会有个这个 就是CAT2012 然后直接执行这个 小电脑就可以了 这个执行起来之后 基本上 如果你家里电脑要装这个 这是32位元的 32位元的 那64位元有64位元的虚拟电脑 那装起来之后有个小电脑 点两下之后他就会去启动它 那也就是在我们那个电脑里面 会再装一台虚拟电脑 那我们autocad就是装在这个虚拟电脑里面 虚拟电脑里面 所以大概要等一下下 他把电脑开机 不过大概电脑速度应该还算OK 所以大概几秒钟的时间 他就会把这个电脑给打开了 所以你们上课可能稍微 如果要稍微设定的话 反正可能要提早一些 把这个环境打开来 那打开了之后的话 我讲过上上上礼拜 因为我们上礼拜有连假 所以刚刚又放了一天 那大部分同学应该都把这个环境 call回去 那试试看 那以后就是这个环境 那如果你有家里有装 上礼拜有call 没有call 那就记得要把它call回去 这样才有练习的环境 那一定 你如果你要把autocad学好 没有其他的法门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k的反复练习反复练习 因为要把它这个run手之后 基本上你以后画图就会得心应手 你要画什么图就很简单 有些超图 其实绘图也很多都在超图 旧的图你把它变成新的图 对不对 本来不是k的图 要把它变k的图 那就是你要一看这个图就要马上把它画出来 就是什么呢 就是类似像我们现在上课用的范本 我们上课里面的那个比如说各位等一下请你翻到第四四支172页 然后四支172页其实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图 这个这个我想这个图四支127页这边啊 那我们今天要从第一类开始 比如说第一个图算最简单的 不过基本上如果你像这个图好了 假如说今天人家拿一个图给你啊 请你帮我画出来 那相关的尺寸有帮你标了 你要照这个尺寸把它把它画出来 你该怎么做 当然也许有一些图拿来的话没有尺寸 那你可以自己先把一些大概的尺寸量一下 量完之后再来画 也是类似像这样子 如果说有尺寸你就要照这个尺寸来画 里面的话相关的尺寸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比较重要的尺寸 比如说这边有几个 第一个是正七边形 那正七边形画出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这有点像一条鱼有没有 然后这边这边总共七边 那这边有个缺口 等下再把它换 把它这个 把它这个 换掉 那这边的话 他告诉我们说 第一个是正七边形 第二个的话呢 有一个高度 85 有没有 从这边到这边是高度85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如果我今天不知道编长为多少 我可以先把这个六边七边形画出来之后 再重新做一个比例 把比例设定一下 这边有个87 可以把它先画出来 那其他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先再把它陆陆续续画出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可以切一半 上面跟下面基本上很多地方是一样的 所以你上面画出来之后下面可以用什么 用镜射嘛 对不对 所以画出一半之后镜射过来 那先画一样的 再画不一样的 那这个图就画出来 那这个图等一下 如果各位有时间可以先看过 那我们往后会注意什么 第一个图画完 第二个图 第三个图 第四个图 往下画 那能够画多少 尽量越画越快 那不要拖泥带水 反正就是有时间你就画画画 那画完之后再画 反正你就反复 那画完之后还可以求尺寸 比如说呢 焦点A到焦点B的距离为何 那你自己求求看 如果说呢 可以求出来答案是跟这个底下吻合的话 那表示你画画的又快又要正确 所以如果你速度不够快 那你就多画 那如果画完之后 快了 但是尺寸不对 很抱歉 你还是要再精确 最后的就是要呢 又快又精确 那这样的话呢 才算是你真的有学到东西 OK部分 OK那再来的话 那环境部分设定 请你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不过尺寸这个大小 没有 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移到这边 然后呢 把它往这个地方缩放 往里面缩放 它就会变成视窗模式 那视窗如果太小 你可以再把它拉大 不能拉太大 拉太大的话 它的那个旁边又会出现 那个卷轴了 大概这样子差不多 有的时候我比较习惯用那个视窗模式 就把它当成一个视窗一样 那如果你要全萤幕的话 还记得哪个按键吗 LT加什么 加Enter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Continue按下去 它就放大 对不对 然后再按确定 LT加Enter 它就什么 缩回来了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L加Enter 放大 L加Enter 缩小 那这样将来基本上 我们都OK的环境 就很快的就可以做切换 不过有时候切回来之后 它又要再缩放一下 所以你大概把它缩放一下 让这个环境OK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画图了 所以等一下的话 我想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这个环境 先准备好 准备好 这个是 那有的时候 它会run的比较慢一点点 稍微等它一下 那因为在电脑里面 又多跑一台 点击是跑两台电脑 电脑里面又跑一台虚拟电脑 那这种虚拟电脑 现在越有普遍了 为什么 因为像伺服器上面 有就会装很多的虚拟电脑 为什么以前伺服器 一台只能够run一台电脑 它浪费 那现在的电脑的话 都是四核心 八核心 十六核心 所以主机上面 如果说你一次run了 可能十台 二十台电脑的话 那这样的话 等于是一台电脑 它用电也是一台 可是它可以虚拟成很多台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节省电费 那也可以怎么样 分租给其他的 这个企业用户 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你可以利用这个虚拟电脑怎么样 你除了像我的习惯是 比如说我可以在一台虚拟电脑里面装一个CAD 然后另外的电脑可能可以装一个什么Photoshop Illustrator 那这样的话不会冲突 反正这个环境就是 基本上就是最干净的环境 就是单一的环境 这样的用法其实还蛮普遍的 我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说 我上这个课 我就要什么呢 通通都装在我电脑里面 又装AutoCAD 又装Elatraiser 又装Photoshop 又装什么Java Android 那你的电脑很快就会越跑越慢了 对不对 那如果像这样的单一环境 那这边记得用次用 要有30天 那这个连线的话不用管它 开起来的话就OK了 往后的话呢 基本上呢 请各位务必 把这个部分一定要熟悉 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就不要一直在 卡在那个刚开始地方 就可以一直往下走了 这样的话也可以学得比较快 又可以马上达到 各位的这个预期的成效 因为既然各位来了 就是想要把这个技能学会 那目标当然就是要 又画得快 看到图马上会画 又快又正确 然后呢 2D学完之后又可以画3D 然后3D之后的话 你当然不只是K的3D 其他反正只要看得到的 就可以画出来 以后的话可以结合 像那个3D列印机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那个松山 那个现在那个有个文创园区 有没有 现在就在展那个3D 3D 3D的那一些设计的产品 那也可以用什么3D列印机 你只要画出来图 有没有 3D画出来图 马上可以出 马上不需要去建模 直接列印出来之后 就可以给客户看 客户看OK 那就可以生产了 这样的话大到怎么样 提高那个 我们的生产效率 所以很多大公司 像一台机器 一台3D列印机 现在已经档到很低了 几万块就有了 以前刚开始要100多万都有 那可是大公司还是愿意付这个钱 为什么 因为要效率 因为你一个单 接到的话 都不得了了 可是那个单只要接到 就是你要看谁的效率最高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慢慢一步一步 那进来之后 记得特别注意 右下角会有一个齿轮 对不对 请各位把它改成什么 AUTOCAD典型 我的习惯是改AUTOCAD典型的话 因为如果你在2008、2010或者2012 往后的版本都有AUTOCAD典型 那你们进来之后 把这个面板关掉 这个面板 会有时候这个面板 好像卡这个这个旁边 你可以把它再拉大一点点 这边把它拉大一点点 然后这边有个叉叉关掉 那再来就是把这一边这个 我的习惯是放在同一边 因为你就不需要一下左边一下右边 反正就在都通通在左边 不然你就通通放在右边就好了 这边有一个面板 这个用不到就把它关掉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开发我们的环境 还有下面如果你不习惯 一般2008、2010都是什么 都是字 如果你不习惯按右键 使用图示这边有打勾 把它取消掉 那这样基本上这个环境 跟2010、2008差不多 不过2010有个缺点 就是那个背景是白色的 有没有看起来不舒服 所以基本上大同学 2010也可以把它改成黑色底色 也不会有问题 你就按右键 如果你的版本是2010 按右键选项 右键选项里面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这边有个显示 显示里面的话 其实也可以针对它的颜色 这边有个颜色 去做变更 像之前有同学 如果预设值背景是白色的 有没有 这个是假设你这边套用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背景就变成白色 2010就像这样 其实2010我不知道为什么 用白色看起来真的有点恶心 看久了就是不舒服 因为白色太亮了 反而习惯用黑色了 所以如果说你2010环境没关系 你就把它改成黑色的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黑色不喜欢 你可以改成蓝色的 可以啊你按套用背景就变蓝色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你可以针对自己想要改的颜色 这边都有了 有没有 2D的模型空间里面 这边都可以去更改 不过大部分都应该都不太需要改了 反正至少用预设的就可以了 我想这个环境先确定一下 那等一下也把这个 第四支172页这边的这个图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 我想以后我们上课流程 基本上都一样 就是第一个我会解说一下 这个图的重点在哪里 所以往后请各位也准备一支红笔 准备红笔干嘛呢 请你把重要的尺寸先圈起来 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第一步 就是会先从正气边形开始 那这边就要画一个正气边形 第二步的话 这边要把它缩放成85 所以要把它缩放成85 那你就把尺寸圈起来 再来的话呢 其他相关的尺寸 包括就是说 这边要画一个圆 他这边有一个距离 从这一点到这边有一个20 对不对 那你可以把它画起来 那如果你没有把它画起来 你会看得很花啦 主要就是画起来之后 你再来画这个图 你就可以循序间进一下子 其实基本上 不太需要花太多时间 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那如果你将来有心要把这个画快又画准确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信心的话 还可以去报名参加一个证照考试 考过之后就会有一张证照 如果光画这张图 你要有把握 这个图要在十分钟以内 把全部的图画出来 而且要把五个答案分别要求出来 然后也要正确 而且甚至我讲过 上个礼拜讲过 甚至有了很厉害的考生 一次还画一个图画两次 比对一下全部正确 两次画都一样的尺寸 那表示一定正确 如果验证之后还出错 那表示真的就再看哪一个部分画错 所以那个考生最后出来的分数就是100分 所以如果你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的话 我相信以后你要画个图太容易了 看到图马上都知道怎么画了 而且又快又准确 那当然这老板最喜欢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把环境ready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看